老板 阿娇 老板 那我娘得来 生病了 生病了 阿娇 把这个肉啊 一半放冰箱 一半起烧肉丝 好嘞 你昨天请半天假 你阿姨非要扣你五个元工资 我好说歹说她不扣了 对面三零二那个 是不是让你一批当肥九小姐 也没有 肯定没被人看好 你要想当肥九小姐 我教你啊 我不想学 好 你这么硬气 哪个男人能看好你啊 你阿姨就不在这儿 放松一点 出活了以后我帮你 要是让你阿姨啊 给你找点公司 你干什么 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是你老板 你敢得罪我 哎 你想好啊 走了就不能再回来 臭丫子 还不让上手 你好 请问你是哪个部门的 行政 今天新来的 我说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进去吧 您好 我是新来的 我要去行政部送个东西 请问在几楼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在三楼看看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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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早走 今天迟到 你到底想不想干了你啊 你谁啊 阿湘不干了 我来替阿湘 什么 阿湘不干了 我来替阿湘 我说你这小妹妹啊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 你以为找工作是玩游戏呢 你以为我们公司是过家价呢 你想顶替就顶替啊 你是艾米姐 艾米姐 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保证我能比阿湘干得还好 我这人又爱学习又肯吃苦 你就是我一次 如果不行你赶我走 我可以不要工钱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小妹妹 我跟你说 我们是正规的大公司 就是请人 也有招聘制度的 你赶快走吧 制度不是人定的吗 制度就是为了让公司更好 如果我能干了比阿湘好的话 那我就是可以符合公司制度的呀 我告诉你 你再不走的话我就叫拔了 艾米姐 艾米姐 刚接到通知 林氏集团的代表林氏来访 要准备接待工作 现在 已经从机场往这边走了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这是嫌我手里边的事情不够多不够忙 都赶到一块了 招待的几个场地都准备好了吗 他们都准备好了 等着您亲自去看 我哪有时间去看呢 我问你啊 你手上有空着的人吗 没有 那你跟着我去支援林氏集团的场地 艾米姐 我一会儿还得去给西班牙客户买药 他们有一个人头痛病犯了 那你赶快去 我不要在这儿啰嗦了 赶快去 那个日本客户会议时的空调 温度要调成二十六度 不能再低了 好 上回啊客户已经投诉过了 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 你赶快走 不要再跟我啰嗦了啊 艾米姐 你不是需要帮手吗 那你刚好试试我吧 我可以帮你的 如果我干得不好的话 就这一天而已 艾米姐 反正你现在也找不到人 我真的可以的 跟我走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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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对不起我再是故意的 你先擦擦自己 这怎么办啊 擦擦吧 现在就暴起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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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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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事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没事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方总 要不你把衣服脱下来 我们帮你处理一下 这是怎么了 新人 笨手笨脚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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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事 方总 真不好意思 恰谈还没开始 就发生这种事 是啊 我 我帮你洗吧 没事 那干洗垫就行了 你自己去洗垫 马上联系干洗垫 好的 还是谈正事吧 走吧 跟我过来 你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对不起 艾米姐 对不起 你这话说得倒蛮轻巧的吗 现在被你连累 衣服我赔不起 工作也许都会丢了 看我干嘛 林氏集团 东南亚最大的服装公司 行业巨头 人家第一次来我们公司 你就给了一个这样的见面礼 你搞什么名堂啊你 那现在怎么办啊 怎么办 你还问我怎么办 我真的是累晕了 我怎么会用了你 你赶紧走 希望这次合作 为我们的未来 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 一定会的 再次为这杯咖啡 给你赔布室 我还要感谢这杯咖啡 这是一个好彩头 希望我下次再来拜访的时候 还能见到 送我这杯咖啡的员工 你真是大毒量 我只是不想因为我 让一个新人丢了工作 你放心 你下次再来的时候 我保证他一定还在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去吧 去吧 没想到 你交了狗屎运 因获得福 福 公司给你留下了 真的 感恩那个集团的大呵护吧 就 就是刚才那位方总 明天带着身份证来报到 谢谢 谢谢 他就是刚才啊 把咖啡撒在你身上的那名员工 我知道 没关系 真没关系 那下次见 一路平安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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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